第1985集 扑朔迷离 但问题就在于 死了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一个苦主找上门讨个说法 这件事就更加的透着怪异了 一个两个是孤家寡人这完全说得通 江湖是最不缺独行课的 可是所有人都是独行课 都是孤家寡人 那就貌似有点说不通了 怎么可能死了这么多人 居然完全没有有家人的呢 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死了多少 不知道 不过肯定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那估计还要死多少呢 不知道 不过肯定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这些人都是没有苦主 每一个都是独来独往的独行课 孤家寡人 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 说得是啊 这件事的确是透着怪异 这样的一群人如果是分散到九重天 却十大天地千万领域之中 自然是毫不起眼 但突然间大量的集中在墨云天 而且还要全部集中在穷花城一地 那就显得太另类了 在这样的怀疑悄悄的有了萌芽之后 墨云天官方突然又开始了新的动作 墨云天官方的动作并没有让人感到恐怖 反而是让人感觉到了疑斗重重 之前所有被斩杀的江湖高手 全部列入名单 而且还会及时更换 名单就贴在了皇城的城门前 名单上的资料非常之详尽 每个人的姓名 籍贯 修为 年龄等等 无数的详尽资料 全部都在人名后一一列举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更加用黑笔特意描述 比其他的字要大出两倍 极其醒目 独来独往 无家眷 几乎每个人的后面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 但这样一长排一长排的排列下来 确实让最迟钝的江湖人 也发觉了其中的蹊跷之处 这么多高手 修为居然很平均 最弱的也到了天人层次 而各种最强的 却又绝对没有超过圣人终极 所有人都在这个反处之内 几乎所有人的心里 都有一种类似名物的感觉 这么多人 背景雷同 修为相近 简直就好像是出自一个师门的师兄弟一般 难道 难道说这些人 其实都是受同一个人 又或者是同一个组织的命令而来 而这些人的上层所在 其实呢是江湖中一个从未现身的秘密势力 若是如此 这个势力未免太可怕了吧 不光是拥有这批数量相当不菲的高手 还因为他的门下遍布了五湖四海 遍布了整个九龙天阙啊 却偏偏在江湖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料情报 相关信息 究竟什么人才能掌握这么庞大的势力啊 他又有什么企图 他这次下这么大力气 针对墨云天目的又在哪里呢 这种种问题 在短短的十天之内 在墨云天甚嚣尘上 一时间 众人感觉到一阵阵的心寒 心寒的 反而不是墨云天的残酷杀戮 而是这个组织的存在 就像是在暗影处一条致命的毒蛇 在静静的注视着自己 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 所有人都感觉到由衷的心寒 全方面的怀疑已经调动起来了 楚阳松了口气 坐在墨天机面前 而且完全是自发的出现这种怀疑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刻意的引导 民心可用啊 墨天机长久紧绷的俊脸 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终于真正的松了一口气 他还说道 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不是傻子 其中更不乏聪明人 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的提示 完全可以借助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将真实情况一点一滴的综合整理出来 咱们就只需要在最初的时候 给他们的想象力引导一下方向就可以了 楚阳完全赞同 是的 现在的情形不就如此吗 其实咱们这么做 与圣君布置下来的行动几乎可以说是一举同工 他是将秘密培养的势力提出来运用 任由个人自由发挥 但最终行动目的一致 而我们则是给群众引导一个思考方向 让大家因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自行产生怀疑 最终目的始终也是殊途而同归 莫天机深深地点头 群众的眼睛从来不曾雪亮 因为天性的自私 对于被别人刻意引导之下 所产生的侧重倾向想法 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相当盲从的心态 但过一段时间之后 那种盲从的狂热过后 取而代之的 就是对自己之前的想法产生不肯定 怀疑 乃至于对于引导他产生这种想法的人的一种敌视 甚至仇视 说起来啊 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而言 实在算不得陌生 当初 穆苍兰向外公布袁无县的身份秘密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引导了群众的思维走向 之后 袁无县大举反扑 同样是引导群众的思维走向 只不过 他的佐证更有利 有圣君这样的大人物为他佐证 自然瞬间轻赴最初的思维走向 这点本来是他的杀手锏 却不知道也是他的最大的破绽所在 等他们那边的流言已过 告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四两拨千斤 就能将风头再度扭转过来 不是说圣君的话就无人可以质疑 再大的大人物的佐证 也要以事实为依据 若是无法立足于此 始终是必败的 楚阳诧异道 袁无县非是蠢人 既然这个破绽如此明显 当日他又怎么会实施这个策略呢 墨天机摇了摇头 一种惯性而已 在袁无县的设想中 有圣君给他佐证 局面就再无可能动摇 正是基于这种 从心底蒙发出的想法 促使他将这种策略 一路贯彻到底 在这一点上 不管是天地还是群众 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自己发现的 自己推测 并且自认为很接近事实的 这是一个得意之作 而现在刚刚开始的群众怀疑 就是这样 有了这个前提 甚至这个人会很努力地 采用一切契合这种策略的方法 去影响其他的人 摆事实讲道理 让自己的观点被人认同 每当别人逐渐地认可了他 都会令他生出一种 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所以他不会轻易地变化 事实上 当时的情况 如果不是我们的介入 非但翻盘无望 穆苍蓝的败王之日 更是不远 人心可用 当这样的自发的怀疑 形成一股相当可观力量的时候 就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就算当事人是圣君 也不会例外 圣君让这么一股 见不得光的力量 突然出现 始终会让这个江湖 人人自危的 人力有时穷 不管那个人多么强大 都必须要面对这个尴尬 而棘手的问题 并且要解决这个问题 而那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的转机了 摩天机淡然地笑着 有时候啊 自身所拥有的力量太大了 也未见得就是一件好事 圣君本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强大 但这个强大 却是来自天下的认可 但这样一股灰色力量出来 而且又是如此庞大 却会让人产生一种怀疑 既然你已经天下第一了 那么你还要搞这样的 一股隐藏力量做什么 我会让这股怀疑的力量 直接面对九中天阙的 最高统治者 只要他稍有动摇 我们这边的压力 就会瞬间减少一半 楚阳点了点头 不过 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墨天机眼中闪着凝重 你是说 对 我是说这些人 他们来这儿的初衷已经不用怀疑 但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想要做的事情根本做不到 唯一的结果就只有送死而已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楚阳皱起眉头 这些人虽然都算得上是高手 其中更不乏圣人层次的强者 但他们始终只是分头行动 只得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就不可能对登基大典 产生太大影响啊 但他们还是要这般前不后继的 来送死 分头被各个击破 最初几天这么做 还可以理解为来不及改变既定策略 可是这几天下来 咱们这儿的风声 就算还没有遍及整个九重天阙 整个墨云天总已经传遍了 还要继续来到这里 简直就好像是专门来找死的一般 楚阳的话 让墨天机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却是无计可施 至少在了解对方的真正动向之前 只能暂且静观其变了 墨天机深深地叹了口气 就现阶段而言 对方可能说的手段 第一个是另有杀手锏在后面 之前死的这些人只是炮灰烟雾 而真正的杀手锏却会一直隐藏 只等到时候一击笔杀 进而破坏整个大典 第二个可能 就是牺牲这些人 还有别的用处 要不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牺牲 这样的力量 不管是放在哪个组织 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横力量 将这些人毫无代价 毫无意义地送死 无论是谁 都会感到很心痛的 我曾经想过 会不会在杀人的过程中 有人 有阻止 但却始终没有任何的行动出现 这些人就这么轻易地牺牲了 若说没有极大企图是不可能的 但这其中的玄妙 却是我现在还没有看透的 若说这其中还另有蹊跷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 只怕会很大 而且我们现在杀人策略 到底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还是成全了他们的计划 可就难说了 但无论如何 这些人我们还是不能不杀 此外还有第三个方向可能 那就是 结合了第一第二 同时兼顾 若是当真如此 那么我们所要面临的压力 可就要打得太多了 楚洋点点头 漠然感觉到肩上的担子 又更加重了几分 同时也体会到墨天机的压力 墨天机不仅要运筹帷幄 统筹全局 而且还要隐藏某些核心机密 有一些严重至极的事情 墨天机并没有公开说出来 若是说出来 只怕会造成恐慌也说不定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们那边的人太多了 即便死上千万个 不过是毛毛雨 无所谓的 那也有可能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 一片沉重之中 墨天机突然故作轻松的哈哈一笑 可是 朗笑声中却包含着苦涩的意味 楚洋摇摇头 脸上一片沉重 墨天机这句话显然是在开玩笑 这固然是一种可能性 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可能性 相信 相信不管那些人是隶属于什么势力的 这样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都绝对不是会随意舍弃的 第1985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继续收听